欢迎收看新闻英语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我们新闻英语解析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针对于国内外重要新闻 来加以分析剖析 特别是国内大家所关注的新闻焦点议题 从英文观点一方面提升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 再方面也更能够掌握国内外重要的局势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英语解析的这个标题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ief No country is safe from global warming 那么这个是United Nations就是我们讲联合国 联合国的Climate就气候的 这个Chief是什么呢 那么名词叫做领袖的意思 叫首领 或者是这个长官 在上位的长官领袖 某一方面的最顶尖的 那形容词呢 叫做主要的 主要 但是联合国这个最高的一个官员 关于气候方面最高的官员 说了什么呢 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 我们看一下 No country is safe from global warming 这个字我们在大考里面考了非常多次 那么尤其在最近的 近年来各种环境不断的恶劣 还有这种气候的不断的这个极端气候不断的这个变迁之下 强烈的改变之下 这两个字必定又成为很重要很重要在考试里面的重点 同时这两个也唤醒我们大家要对这个气候整个变迁的大自然的反扑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他说一句话说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No country is safe 是能够安全的 从什么地方呢 来自于这个 全球暖化 就是没有 只要在全球暖化的这种情况下 全球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 非常恐怖 不分任何的这个 任何国家 四个世界各角 即使就是连美国最强大的国家 现在也很多的这个气候 包括洪水泛滥等等 非常可怕 那我们台湾的话 最近也是 一下是暴雨 那之前前不久是旱灾 现在突然雨势又下得非常大 造成各地的这个农田 也是遭受的损失等等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Rotterdam Netherlands AP 那么Rotterdam Rotterdam 这个是路特丹 路特丹 那这个路特丹是这个 Netherlands 所谓的荷兰 荷兰的这个都市 那么路特丹 那么这个Netherlands 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AP 所谓的 Associated Press 就是我们讲美联社 那在这个地方发出一个报导 什么的报导 我们看一下 The United Nations 那么美 这个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Top最高的 Climate Official 最高的这个气候官员 就是我们讲的 Chief 最高的 长官 最高的气候官员 那么 Urge 这个是非常重要 叫做 敦促 这个是所谓的 要求 严重来讲就是要求 大家要怎么怎么做 Urge 赶快赶快 就是一种 呼吁呼吁 叫Urge 那么敦促呢 Government 各国政府 在礼拜一 那么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一了 那么赶快呢 去怎么样 Stop 停止他们的 Deferral 好 这个是Deferral 这个是非常重要 叫做延期 那么这两个都是名词 他们的这个 Differ 当然这个Differ 当动词 那么当Differral 是名词 以及Delay Delay这个它可以当动词 一个当名词 这个叫什么 单歌或者是 这个推 推词 单歌 好 单歌或者是推词 好 那这个 那这个这个 这两个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这个 延期的话是指这个 延期的话是指有计划的 有计划 好 那么Delay呢 这个是怎么样 说什么暂时性 或者我们讲的它是一种意外的Delay 所以我们通常这个 我们去坐这个火车 或去搭乘什么交通工具 突然的 这个Delay的 突然的延迟 我们说Delay 也就是说 这种 突如期来的 我们不会说 这个 Deferral Deferral就是有计划性 早就已经归好 要准备来 这个日期往后延了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 礼拜一呢 去停止他们的这个 Stop Deferral 礼拜一呢 呼吁要停止 Deferral and Delay Tactics Tactics就是策略的意思 就像我们叫Strager Strager Strategy Strategy 就是策略Strategy 这个或Tactics 或Strategy 就是延迟 就是要停止这种 不断的推托 推迟的这种策略 就是表示说 很多国家现在 讲是讲 但是呢 在做都是缓慢 缓慢 推迟 延期 推迟 所以这个 终于让这个 联合国的最高官员 输出重话 各国应该停止 而且呢 Instead 取代而起 Instead叫取代 取代什么呢 代之而起 embrass 这动词叫拥抱的意思 名词也可以叫拥抱 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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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个 但是这个地方当动词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接受 这个地方就是指接受 或者采取 能够接受这种 Rapid 快速的 Rapid 我们以前成功的 速度 或者我们叫他的副词叫Rapid 快速的 以及Wisebred 这个两个形容词 接受怎么样 又快 又这个广泛的 广泛 非常广泛 两个形容词 的这种什么 majors 措施 当然动词叫评估 名词叫措施 去怎么样 Curve Curve 就所谓的 这个我们讲 L Lay Ma 把那个Ma 这样控制住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是 意志 意志 或者是我们叫做 这个控制 好 那么控制呢 以及呢 Adapt Adapt呢 这个是叫适应 当动词就适应 适应呢 什么东西 这个是注意 这个是介细词 所以我们那个后面接的 这个to呢 到底是不定词 或介细词 要把它搞清楚 很重要 Adapt2的to是介细词 后面接的是名词 Global warming 那么所以说 有一个叫Adapt Oneself 用反生代名词 后面加上to 这个to是介细词 加上一个名词 就是怎么样 使自己能够适应 什么样什么生活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适应新生活 新环境 所以呢 这个地方 Adapt to global warming 就是能够去阻止控制 以及能够适应 全球的文化 Amid Amid叫在什么什么之中 我们说过在什么什么之中 那么通常我们也是指说 在这个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的环境之中 那么 在什么什么环境中 那么A season of 再一个A season 就是一个季节 什么的季节 A season of Extreme Extreme叫做极端的 这个是一个形容词 极端的Extreme weather 极端的这个季节 在一个极端的季节里面呢 叫Extreme 这个Extreme加LY 我们就是Extremity 就是我们是非常的 那么形容词叫极端的 这个极端气候的季节里面呢 以及新的Temperature 就是温度 新的温度的Recurs Recurs就是所谓记录 记录 那么Record 那么这个名词呢 叫做Record 动词叫Record 记录 在这个所谓的 极端气候的季节 以及新的 这个记录 新记录的这个温度之下呢 Petrich Petrich Evnosa 他说了呢 那么Worm 他警告了一件事情 Worm 那么Worm这个字呢 也可以用Worm 什么人 Not to 警告某人不要 就是Worm 那么警告呢 就Worm that No nation 没有任何的国家 is safe from the impact Impact 这个字呢 叫做影响 影响 或者我们叫做Inference Inference 这个影响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警告呢 没有任何国家 能够是安全的 免于这个 Impact 这个影响 什么影响呢 Climate 气候的这个改变 所以说 他说全世界都笼罩在这种 环境的威胁之下 就是说 气候的改变 那个温室效应的这个情况之下 Grease 那么希腊 Amanda 在礼拜一呢 Create 创造了 一个新的 Ministry Ministry呢 叫做部门 那么我们有一个是叫Minister Minister呢 名词叫部长 新的部门 那么这个叫部长 To address Address呢 这个地方呢 叫做这个 那么所谓的 The impact of 这个 Address这个字本来是 名字叫地址 好 那么动词呢 叫发表什么 演讲 演说 发表什么 演说 好 那么呢 他还有一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 那么这个字是指针对 针对这个 那么去针对这个 就是 Address The impact 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响 什么影响呢 Climate 气候的变迁 的影响 就是说他们这个成立特别呢 创立一个新的部门来 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气候变迁 那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各国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成立一个专门针对这个气候的部门来加以 因应 这非常重要 好 那么这个针对这样的一个气候变迁的改变 Farrowing在什么之后呢 他们成立呢 Farrowing Farrowing在什么什么 在什么什么接着之后 那么 The countries 这个国家的最糟糕的这个heat worst 最高级 Heat wave Heat wave 就是什么叫 热浪 这个是名词 那么行动词大家都知道 Hot 那么Heat就是名词 Wave就是浪 Heat wave 热浪 In decades Decad Decad本来是十年 那但是他的十年还加了S哦 表示好几十年来 都是如此 所以他们不得不赶快就这个议题 成立针对这个最新的部门来 针对这个议题 好 是已经非常严重的状态 所以Heat wave Decad Nets not an animal 并没有任何的不再有 Anymore Not an animal 一种situation 这种情况 情势 什么情势呢 Where 这个是关系附成 在那个地方呢 We can say 我们可以这么说 These are vulnerable 就是有这些是 Vulnerable country 这个是一个行动词叫脆弱的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 它的用法是 Be Vulnerable to to 而这个to是介系词 后面可以加一个名词 就是对什么 感到催 亦受到什么什么的影响 容易受到什么什么影响 那比如说 如果这个 我们说 影响 那么有时候我们说 这个人呢 这个没有办法承受压力 就是 Is vulnerable to pressure 或者昆虫呢 难抵这个 这个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植物 Potato Is vulnerable to pest Pest 就是虫害 容易受到虫害的影响 等等 我们就说 The vulnerable to 加上名词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些呢 都是脆弱的国 这些 我们不能 不能再这么讲 不能再怎么有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 有些呢 这些是脆弱的国家 而 These are the not 那些 这些 不是这个 Vulnerable 脆弱的国家 就是说 不能说 这个是脆弱的 这不脆弱 因为你这个国家比较脆弱 所以 你会就是说 这个地方就比较容易 造成什么 啊 这个灾害 所有的任何地方 都有可能造成这个 全球暖化的危害 所以这个呢 是 所以说 他说 No country is safe from global warming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 啊 脱离到这种 啊 危险 好 所以 She said 他这么讲 所以说 这整个 未来的这个 啊 这个环境的这个 这个整个气候变迁呢 真的是越来越 越来越 严肃的课题 也就是 我们必须要去 去注重 以免呢 这个整个 整个环境 大自然的环境 包含这个 我们这个 啊 这个地球的这个环境 越来越糟糕 好 越来越糟糕 那这个就要必须 我们大家全球 地球村每一个人 啊 能够共同来守护 在整个地球 才会使得整个呢 啊 这个 这个恶劣的情况 能够啊 啊 把它停止住 好 当然 这也是我们今天啊 跟大家说啊 啊 介绍的有关于这个 新闻英文的重点 希望啊 这个文章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啊 别忘了 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接受到我们 最新最新的一篇讯息 期待 下次新闻英文见面 谢谢